韩国的偶像剧相信大家都有看过 真的是看一部偶像剧粉一位男生啊 从李敏昊 张根硕 金秀贤到李中硕 都是曾经离过的男生啊 因为实在是真的帅 不过韩国男神貌似都有一个打不破的魔咒 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就是发胖 第一个粉上的韩国男星是李敏昊 从花样男子到城市猎人 再到继承者们 欧巴都是那么帅 高颜值加上187厘米 身高绝对让人铁平啊 特别是城市猎人中所有的动作戏 简直帅呆了有目有 不过后来李敏昊出现 在大众视野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OMG 这是曾经那个帅界欧巴吗 有点难以置信啊 幸好李敏昊的自我调节能力真的好 在蓝色大海的传说中 又变回了那个最最帅气的欧巴 特别是这张制服诱惑 简直帅呆的 和全智选组的CP也非常完美 当时真的超级粉 第二位是原来是美男中的张根硕的 当年的原来是美男真的很火 张根硕饰演的黄泰晶 迷倒了多少粉丝呢 可惜 后来张根硕出席活动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了 射胖的真的是不止一点点啊 而且似乎自我调节能力也没有理理好好 第三位便是来自星星的你 中的金秀贤都叫瘦了 都叫瘦的演也是绝对的杠杠的 而且来自星星的你 也是一部版看不厌的剧 女主是气场强大的全智贤 把千宋一演绎的绝对到位 可是金秀贤也难逃发胖魔咒 韩国男神流行爆裹后发胖吗 还有就是李中硕的 从匹诺曹道 当你沉睡时 二硕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完美的作品 特别期待他和郑爽的翡翠恋人 可惜迟迟可以上映 然后最近二硕出来咋变成这样子了 真的有点小难接受啊 希望所有的周八的自我调节能力 都如李敏浩一样好 能瞬间帅回来啊 不过我们的男神却都是恰恰相反 看这个能猜出是谁吗 就是最近爆火的邓伦小哥哥啦 邓伦小时候胖乎乎的 现在却又瘦又帅 果然胖子都是前利骨啊 小编觉得邓伦穿白西装特别帅啊 有木有干净独特的气质 简直是完美啊 而且邓伦的演技也是无可挑剔 香米的磨蹭简直太离人 彭于晏绝对是内智男神啊 好 好